关于安全感只有一件事情是定论 就是你把安全感交到别人手上 那就一定不安全 就好像苏星老师刚刚说的 你们最大的问题在于 情感连接里面没有界限 也没有克制 做人爱人爱世界 做人是基础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你刚才你们把那个聊天记录 拿出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让那个闺蜜如何自处 那个闺蜜在什么情况下 说出那段话的 是认为她和你在私底下 交流的过程中才说出这段话的 所以才那么推心致富 但如果让你的闺蜜知道 有一天会被她看到 会被她拿出来一次一次的抨击 甚至来质疑这个闺蜜的人品 请问你那个闺蜜 还会跟你这么推心致富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情感关系里面 采取克制的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在情感连接的过程中 如果我不克制 就有可能会侵害到别人 会伤害到别人 克制是为了保护 保护身边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很简单就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底要给予的东西是什么 我被操纵和控制的东西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被控制 控制到我居然放弃了所有的克制能力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的话 你们根本不配爱人 就这样